大家好,第十二赛季的六维终于拉满了 这次也是完成最快的一次了 花了两个月多一个礼拜 对于我这个号来说是相当不错了 所以今天提前给大家来做一下这个赛季的总结 虽然这个赛季失败了,不过还好打也不是太卷 也是打得最轻松的一次 想想之前打也最卷的时候基本八队一起打 最少的时候也起码有五到六队在打也 还要满地图的跑 这赛季因为资源和赛季失败的原因就列了四队 这几天才刚刚封城出了第五队用来打也 其实这赛季打也一共就用了三队 所以想想三队就把讨伐拉满 这赛季打也有多轻松 我的诗诗盾可以一整天慢慢打十季也 而且中后期基本只有在出生州打也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今天其实主要是讲一下讨伐这块 通过之前几个赛季打下来的经验 以前视频里我也讲过 这个讨伐拉满的话主要还是看你讨伐总数 就这个 剿灭贼寇的总数 还有就是你打的野怪等级也是有关联的 你的聚集室打的越多 六维拉满的速度会越快 所以很多朋友只打八级啊九级啊 前期可能看上去不是特别明显 这六维图一直在长 但到后期基本是很难动 因为你打的等级太低了 所以你要花的测数和精力比那些打实际野的会更多 经常一个赛季结束你这边也拉不满 但是这个赛季是有点郁闷的是 我的讨伐总数打到六千九百万左右才拉满 我的距离是比前两个赛季打的也是多的多 反而比之前的赛季满的慢了 所以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出发提高了讨伐拉满的数值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以为拉满的 其实还是差一些的 因为之前我的历史赛季的历程是没有满的 因为这边这个讨伐之前是没有满 所以没有比较 其实这两个满不满 你这边来回点一下是非常明显的 这赛季其实我很多时候都看到我的讨伐已经满了 但是跟这边对比一下 还是能看到细微的一丝丝 它是还差了一丁点 如果我这边赛季前这边没拉满的话 根本是看不出来 如果你再用手机看的话 你这样比较也基本是看不出来 就在电脑上你这边来回切换 是能很明显的看到有一丝丝 没有满的 如果你没有比较 你光看这个根本是看不出来 就是以为是满了 所以就是有这个可能 就是我之前以为满了 其实是没有满 所以如果有朋友历史赛季历程也都拉满的话 你可以注意一下当前赛季你这个讨伐 具体打了多少才拉满的 可以到时候跟我说一下 我这边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其实我这个赛季 我最高赛季 具体是打了443个 其实这个赛季我已经很接近这个数字 因为之前具体多少我倒没注意 但是你可以看我的图纸 已经打了多少了 这边16个 21个 25 26 我已经打了26张图纸了 按照正常的暴力来说 已经基本应该是 也是400来个 应该差不多接近刚才那个数 所以我这赛季聚集式是打了不少的 现在来给大家看看 我这赛季玩了哪些队伍 其实除了这个44顿 我这边是玩了两个赛季 像这边一个鼠枪 孙泰州和个曹操的富贵旗 其实这三个队是我这个赛季第一次玩 都是些新玩的队伍 但用上来的话 感觉还是可以的 可能很多大佬或者新手玩家 看到我这些队伍低反应 这好不是特别红吗 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些人 带我直播的时候过来来装一下茶 感觉就是他好 红就特别牛逼特别会玩 其实我这边还是要给那些新手一点建议 其实武将不是谁红度高就谁厉害 主要还是看武将和战法的组合搭配 是不是合理 在这基础上如果红度越高 那肯定是越好 不过这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核心还是看武将和战法 不要为了红度或者那一点虚荣心来应凑队伍 不然这个队伍出去基本都是给人家送战功的 像我这个施盾之前是玩了风施阵的 然后我这边风施阵后来是想玩对其他队伍 直接改成三式阵了 其实风施阵跟三式阵啊 其实两个强度是差不多的 风施阵的上限比较高 三式阵就比较稳定 其实这两个出去打架其实差不了多少 都差不多的 其实我这个之前那个风施阵 想拆下来是玩对孟霍的风施阵 因为之前一直没玩过风施阵的孟霍嘛 想试试他的强度到底怎么样 因为之前还换了那个非攻制胜嘛 所以没用的话有点可惜 其实蛮想玩这队 或者董卓换征佐词嘛 打打冰刃应该是比较强的 因为这个赛季资源实在是太紧张了 所以这队就还是放弃了 所以这个风施阵啊 我这边直接是换给我的孙泰洲了 因为这孙泰洲之前是玩了双合的嘛 因为风施阵不用有点可惜 所以加上来堵了这队玩 这样的话 这队可能强度会更高点 还有这队鼠枪 因为上两个赛季 我换了两个踩踏嘛 然后这边特意给这队鼠枪留着 所以这赛季玩了鼠枪 感觉来说还是不错 这个鼠枪 控制还是比较强的 不过打野的话 我还不是特别建议去打十几野 打的话最多打打九几野 十几野我尽量不怎么打 因为毕竟打野的话 还是需要那种高回复 减伤比较高的这种队伍打 因为他这种龙错率比较大 因为这种队伍你不能保证他每次不演 只要他演一次 他的冰损就会特别多 或者会翻车 所以像这种队伍打中十几野的话 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他的龙错率太低了 打架还是可以的 这队的话我也不用他打野 因为他这种基本是没有恢复的 也没有什么减伤的 从打野基本冰损比较高 所以基本不用他打野 那这队的话 我是主要是用来烧藤架 然后打野比较不错 这边少了个竭力 因为我也没给当风跟泽冲的那种配置 也算低配 但打这种九击也还是比较舒服的 像从打架的话 除了烧藤架 还有那种没有草船 没有免控 没有技巧的队伍 打他也是比较舒服 像从鼠枪 这种虎成功啊 打我基本我都是不怕的 所以其实打野期我就用了一队两队三队打野 打十几野基本就是张角在打 有时候鼠枪会打一下 曹操这队因为等级也没到五十嘛 之前打过几次 然后感觉效果不特别好 让他专门打九击 还有封城 封城的话 我这边最早在画玩这个三十路 后来因为三十阵不是给施施顿了嘛 然后这边本来是想玩潜龙阵的 然后想想资源不够 还是算了 这队直接放弃 然后这边把这队鼠制给弄出来了 鼠制弄出来的话 主要是还是让他打野 因为这边配置也是比较低的 因为这边之前是上个兵屋 然后兵屋给了村权了 然后给了个杯蛇 因为我这个封城科技其实都没满啊 从兵营跟兵主都没满 打了几次十几年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这边下赛期还是有点考虑想把这队扶正了 法阵到时候给他个攻保 然后稍微给点好点战法 其实说实话这满红的旁途 放仓会有点浪费 所以下赛期还是有考虑想把这队好好玩起来 然后就是四十阵里边可能要截体 换个其他的配置玩 不需要保护的这种队伍 像武风阵或三十阵 到时候保护要给法阵 看我这边赛季的打得怎么样啊 像我这边中期阶算是六十四 其实也还算可以 因为中期阶算大家是打得比较积极的 因为中期的时候基本活跃度还是很高的 因为大家还是为了扮演都要争一下的嘛 打六十四其实还可以 像现在的话是打到三三了 因为三三加潮有些是落匪了 还有些可能是活跃度不是特别高了 因为我这边打到三三其实也还可以了 像我这边这个赛季的数据啊 数据是打了三百二十九万 反地反了七百度 像中战功的话 因为这个赛季估计还有三个礼拜吧 战功应该打到四八万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还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这赛季其实数据来说还是不错的 就是资源少了点比较难受 接下来就是要囤资源打铁了 把这些图纸打掉 材料还有这一大堆材料 这堆材料估计 至少打个四五个赛季才能打完 再加上如果不打野的情况下 我还是一直在打野的话 这些材料真的是打不完 这铜消耗太大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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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